记者消防体台北报道 接下通知麦克风说 我正要回家 刚好看到记者朋友在这里 并立即变出共两页书面资料 如七大罪状 发给在场媒体并诸条面栏 陈玉秀的路过显 然是准备好的 他只顾建红领导力较不足 管理能力可再加强 对于董事会及监视 会议结论 未能实时执行 预算便利缺乏正确性 节目制播缺乏前瞻性及诧异性 个人交际费用控管 缺乏对内部机合功能的尊重 等形同七大罪状 也显示华氏随为总经理制 但郭建功从人际关系 到个人交际费 乃至给员工的奖金如何发放 其北方大点是 对于指控 华氏内部 则私下议论纷纷 认为该心最撞险的过度做人针对性 又 鉴具体性 这很具性 表示自华氏加入公广集团 以换要三个总经理 那这家电视台还需要总经理吗 谁来不是都一样 公广集团到底是实谋定位 公广集团根本就是执政者的集团 变成执政者所谓的发声平台 为何要在这个时间点换掉 说穿了就是选举 做得太难看了 根本就是政治操作 针对关键章 郭建红 把下总经理为此的一张发票 董事长城玉秀 将奈克风 交给临时发言人 新闻部经理庄邦家 但庄邦家只宣布董事会议十比五 通过郭建红的不是任罢免 那张树千元发票假账 他则退说自己不在场 不清楚 不愿多做说明 华氏总经理郭建红 针对董事会 做出不是任决议 发表声明 记者攀扫堂社 公广集团董事 长城玉秀 对华氏总经理郭建红 列出七大罪状 记者攀扫堂社